我是南台大新聞所張錦華 非常謝謝三位很精彩深入的說明 我很好奇一點說 蘋果現在被嗨 是不是有一部分 剛剛提到那個侵入式的部分 可能他都還不自覺 所以我很好奇說 他們現在知道他們在內部有什麼 就是說剛剛忘了哪一位有提出來說 他可能已經長期被嗨了 他可能自己也不清楚 如果這個可能發生在蘋果的話 那也可能發生在任何其他的這個機構 或企業或甚至個人 那所以我很好奇說 那這個部分大家都不知道 那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嗎 真的都不曉得嗎 謝謝 你好 那個就我所知 他們其實是知道他們有被入侵 然後這樣也沒刪除 因為他們的新聞稿上也有說 他們的內部資料是有損毀的 那可是我們是 不知道說他的這個入侵到底是多久以前發生的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是比較需要說企業 他可能要有一些比較縝密的一些他的紀錄 像如果說你有一個長期的紀錄的話 你才能夠知道說到底 他有可疑的新聞是在多久以前 才能夠分析出來說 他到底是多久以前的攻擊 我補充說明一下就是 這個等於是 目前蘋果所知道的都是屬於砸店 只是砸那個外廠的店跟內廠 他發現他外廠被砸了 內廠也被砸了 內廠就是那個後端的伺服器 前端的web server被砸了 那後端的database server也被砸了 所以資料有一些損毀 OK 那這個都是砸 可是他沒有知道的一件事情是 應該說他去砸 後端的伺服器是侵入式的 所以他不是只有伺服器掛掉 是資料被改掉 但是他沒有知道的事情是他的 記者的電腦 也就是說公司的伺服器被 前端跟後端都被砸 阻斷式攻擊 以及後端有被侵入式攻擊 可是他的記者的電腦跟手機 應該也有被apt攻擊 就剛剛我講的apt 我們講的apt的模式 有被apt攻擊 可是這個是他不知道的 那我事實上我認為全台灣大部分的 爆射 特別是爆射 因為電視的話比較可能就是影像 那應該台灣 因為記者是資訊的hub 會有很多小道消息 有的真的有的假的 所以我說我可以在 如果我是駭客 我很喜歡躲在 弄一隻城市躲在記者的筆電裡面 那也躲到記者的手機裡面 那這個事情是他不知道的 那因為我剛剛講說這個寫的城市 很可能是限量版的 所以你掃病毒掃不出來 那我剛剛講的這個幾個美國公司 以及剛剛我講的那個SQ的公司 他們的做法就是兩種 一種就是逆向工程 逆向工程把那個檔案 PDF檔或者PowerPoint檔 直接Binary轉成 看看哪些地方有被塞城市碼 然後去判斷那些城市碼在幹嘛 所以是逆向工程 然後比對 比對城市碼在做什麼 或者是像一些美國公司的做法 就是用Sandbox 就是沙盒 把城市 把那個檔案打開 打開以後裡面如果有城市 它跑起來 跑起來就跑在沙盒 Sandbox裡面觀察 看看它有沒有奇怪的行為 比如說有些行為 它去做的話 這個不應該有這種行為 那這個就是 這個城市就有惡意子 這個文件就有被塞 藏惡意城市在裡面 所以大概用特徵碼 用病毒碼少的 大概這種對限量版的這種 APT就少不到 因為你沒有sample 所以你沒有病毒碼 沒有它的病毒碼 所以解決方法就是用這個逆向工程 以及用這個Sandbox 用沙盒來觀察 那比較能找得到 我自己有去比對過這兩個做法 做法的差異 偵測率差不多 偵測率差不多 然後但是那個沙盒這個成本比較高 因為它要跑比較久 它要跑在機器裡面要跑sandbox 耗費的系統資源比較大 然後也需要觀察比較久 才知道有沒有病毒 所以那這個是蘋果的記者或老闆 以及很多報社的記者或老闆不知道 那我上禮拜 那個研討會是有建議那個馬總編 叫他去用那個方式掃看看 應該會滿精彩的 因為我們掃過 因為我們掃過 用那個掃過 發現很多 滿有一些人有 當然不是很多 當然不是很多 我剛剛在講 這種攻擊 因為它是限量版的 它不是大量的傻的 所以如果你有的話 恭喜你 你是重要人士 那我覺得記者應該很多都有 比較重要的記者 比較重要的報社跟 裡面的重要記者應該都有 好 那這邊的話 謝謝大家老師以及我們的這個回答 請問一下 就是在座各位還有沒有這個問題 想要發問的呢 歡迎舉手發問喔 如果說目前現場暫時沒有發問的話 那請問一下這個 就是在跟我們直播系統上面聊天的 臥槽小便有沒有看到網友有回饋一些問題進來 剛才那個問題我再補充一下 就是剛才其實網路上聊天 是已經有人問過一個比較類似的問題 就是我怎麼樣知道我的電腦有沒有被控制 那剛才的話那個Alan Ong和我其實都有回答一些 那主要的觀察的方式 基本上是觀察你的電腦有沒有核外的連線 因為如果你電腦被控制的話 它一定會需要去跟 對跟攻擊的那個 cracker之類的那些對象去拿去指令 那拿指令或者是送東西出去的時候 都會出現異常的流量或程式 那可以用一些如果是比較一些低階的攻擊的話 可以用一些程式去觀察 是不是出現異常的連線 或者是不正常的一個程式打開來去對外連線這樣子 這應該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判斷方式 大概是這樣 好 謝謝雨昌合作 那我們現場有沒有這個夥伴想要舉手把握 我其實比較擔心的是政府的態度 還有就是說廠商的態度 譬如說郭台銘就很強硬的說我要用華為 然後政府的態度就剛剛林老師他們說的 都在那邊推來推去推皮球 所以這個你說我們要自救政府不救 然後氣力又這麼壓霸 然後個人怎麼救呢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有關於說 那我們政府如果說他們的 在他們的現有作為之下 我們個人要怎麼樣去營運 應該應該是這樣的問題 那請問三位蔣政這個 這個要不要這個協調一下回答問題的這個詞訊 好 有請雷恩歐 其實我覺得這個 當然我們的力量是很難以跟國家對抗啦 不過我想說像你臥草這邊的這個角色 或是我們能夠讓全民都有一個這樣足夠的意識的話 其實慢慢可以讓政府知道說 其實這些東西是我們所在乎的點 那不過當然我剛剛說我們個人要做什麼的問題 其實就是說 當然除了那些大規模的問題之外 有些是面對我們自己的形式可以好好掌握的 那當然以後我們到企業 或是說我們到哪邊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角色也會非常的重要 我個人的想法其實 一方面啦就是 我們個人的話當然就是老掉重貪 就是加強自IP4 然後有空要換一下密碼 密碼都不要重複用啊之類的這些東西 基本上還是這些一些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自己 要上一些特別中國相關的網站之後 可以自己小心一點 就是換比較安全的 像Chrome或FIFA使用的卵器 盡量不要用IP 然後剛剛也有人提到就是 有一些軟體如果你真的費用不可的話 那你可以考慮裝在沙核生吧 或是裝在虛擬機裡面使用 可以一部分的減少這個風險 那對於政府的話 其實我個人會覺得我們 大家可以多關心 然後多監督 然後如果你真的有機會的時候 也可以上場街頭表達一下自己的意見 不然 政府很多時候 真的真的就是 之前有一個好像是油門女辦公室 他貼出來的張圖 就是那時候在停艦核四的時候 很多人上街頭嘛 那政府那時候國民黨的委員 就想要坐下來談那個公投法 什麼修法 結果後來那個林義雄 開始吃東西以後 那些路上的人就不見了 然後那些國民黨委員 就開始態度也變得很強硬 就是他們就覺得這些東西不用改了 沒關係 現在已經沒有人對我們施壓了 所以有的時候上街頭 的確是真的是可以改變政府的特定型 那看林大老師的問題 我想再補充一下 就是 也許我講的比較消極面 就是 我 我 我剛剛講這個 鎖這個城 鎖這個 Trolley 這個 這個城 你要三道防線 那現在剛剛的問題是問個人 就是自己 自己 因為這個 這個城主 現在這個城主已經不想鎖了 然後 而且 還在助攻 不過 不過 還好 我們這個台灣是一個民族 至少是一個民族的體制 所以即使城主 想要助攻 開城門 等等 他都做不到 你會發現 我相信馬總統 他現在 他其實想要做的事情 是跟波士仁 讓波士仁進來 然後 這個 追求他的歷史定位 可是他發現 他會發現一件事情 我怎麼當了城主以後 我要做這件事 還這麼困難 他一定很氣餒 他一定很氣餒 所以我們弄這個服貌 直接要讓人家進來開店 竟然被你們這些小朋友搞掉 竟然被這些小朋友搞掉 他很氣餒 你現在用他的心態來想 我連當城主 所以我當總統 沒用 因為我要當 當什麼 當那個 凱撒大帝才有用 我要當皇帝才有用 那就為什麼差別 如果他是 凱撒大帝 他就做到了 問題他現在 不是大帝 是總統 所以他做不到 因為他做這些動作的時候 發現他需要 瞻前顧後 然後不能被釋破 然後不能被 被挑戰 不能 那個 因為即使 即使 國民黨政權裡面 也只有少數 很少數幾個人 跟他想法一樣的 大部分人的想法 國民黨裡面 還是有很多人 是所謂中華民國派 所以他當然不能接受這種想法 那現在如果退到說 只講個人 我以前 就是說 我們現在面對的是兩種 一種叫做監聽 其實我們現在還沒有到那個 網路封殺 剛剛Alan有講了一部分 講網路封殺 就是你不能貼文 很多不能討論的 在網路上不能討論 那你不能連到很多國外網站 我們沒有發生這種事情 沒有發生 在香港也都還沒有 所以香港是發生什麼 香港當然是被監聽 被誰監聽 被電信公司監聽 因為香港電訊 已經有中資 已經有很多中資在裡面 所以香港電訊就會去監聽他的用戶 那現在 我們裡面有一些人被監聽 可是不是被遠傳監聽 不是被中華電信監聽 是被調查局 刑事警察局監聽 所以 第一個我們要守的對象 我要避免 我要知道說 我可能被調查局 跟刑事警察局監聽 比如說臥槽的幹部 可能被調查局監聽 第二個是 可能被中國網軍 用APT攻擊 你要現在擔心這兩個來源 你的敵人是兩個 一個是調查局 一個是 這個 中國網軍 那怎麼辦 監聽的話 你沒辦法避 因為它是 它是用國家合法的機器 監聽機法 在監聽你 你們避不掉 可是你可以怎麼樣 你的通訊模式可以變 你可以不講電話 你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用LINE 但是LINE不太好 為什麼 我在別人講 你用Skype比較好 比LINE好 為什麼 因為LINE在台灣有很多用戶 所以它有設分公司 所以 調查局或刑事警察局 要跟LINE的台灣分公司 要用戶的通聯訊息 不是通聯紀錄而已 訊息的話 那要得到 比較容易 而且LINE的台灣分公司 應該常常在處理 所以 給的很順手 可是 Skype的話 它就要跟美國要 因為Skype沒有在台灣設分公司 因為Skype在台灣的用戶 沒那麼多 你如果用 WhatsApp的話 那就更安全 因為台灣的用戶更少 問題是用戶很少 台灣的朋友就很少 都沒有人用 當然很多人都用LINE 怎麼辦 勸你的朋友 就是 平常 平常討論用LINE OK 要比較 confidential一點 就到Skype 或者是WhatsApp 因為怎樣 這些 美國公司 比較不會出賣你 可是 韓國或日本公司的 在台灣的分公司 很容易出賣你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剛剛講的 這個 你被害 被 被中國網軍 hack 被中國網軍 apt的話 那怎麼辦 剛剛Alan是有講說 看那個連線數 可是那個要 資工背景的 才會看 所以大部分人 不知道怎麼看 有沒有奇怪的連線 這不容易看 需要工程背景的人 那怎麼辦 你除了掃毒以外 掃毒以外 一般的大量的撒人 掃毒讓你掃得到 可是如果你是重要幹部的話 你可能是被apt的 那掃毒讓你掃不到 你就去用這種 那種 剛剛講的那種 這個SQ 或者是其他用sandbox的 這種偵測 那當然也需要 他也有這種 我不知道有沒有個人版的 有企業版的 那有沒有個人版的 我不知道 另外一個就是 你要假設 你已經被hack了 所以另外一個 更消極的心態說 假設已經被hack了 我就live with 就像我就live with 這個 這個 比如說我有這個 過敏 氣管過敏 那我就live with it 我根本不想要把它 醫好 我就live with it 那live with it就是 我就 比如說我避免做一些 某一些事 比如說 到PM2.5很高的地方 到PM2.5很高的地方 不過現在也沒辦法去了 大概 那 所以你就 你就 你就去 那你就做一些事情 比如說我們那個 我們 我們 交大資訊學會的院長 他的筆電 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把那個 因為筆電不是都有那個 攝影鏡頭嗎 他把它貼起來 他把它貼起來 所以他就是這種想法 我假設有 可是我就貼起來 你也沒辦法 怎麼樣 只是我有點納悶說 他為什麼要 他會在筆電前做什麼事嗎 為什麼要貼那個進來 所以你就變成說 你要live with it 就是如果他有 你的手機或筆電有被hack 假設 假設是你 那你就要live with it 就是要假設 你是透明的 可以被監看 也沒關係 要看就看 要看就看 就像那個 法務部長 他講一句話說 平常講話都沒有人要聽 如果有人要竊聽也不錯 要把它扭轉成跟他的心態一樣 然後呢 你如果要做重要的訊息 就重要的這個時候 你就要小心了 比如說 像有些人幹部開會 就是把手機放在那裡 然後坐在這一頭開會 像那個 手機如果中毒也沒關係 這樣 我意思說 這就是一種live with it的方式 就是你做平常的事情的時候都OK 那你要aware 可能是這樣 那另外 在一些你絕對需要 keep confidential的 你就要take special treatment 好 那謝謝三位的回答 所以那個 余昌要補充這個 我想補充一下 老師剛剛說skype 是比較安全的 但是skype在中國已經淪陷了 中國的skype 它是一個特別的版本 叫tomskype 然後這個tomskype 它在連線的時候 它會先經過一台中國的server 然後再往全世界連過去 所以那台server就會記錄了 然後中國的line也是淪陷的 因為中國的line 為了進入市場 找了一間代理商 叫做三位旗戶 謝謝大家 好那就是 這邊 好請來 好 我簡短補充一下 這個 李教授剛剛講的 有一點我還蠻同意 就是說 大家要知道你們現在 生存的環境 就是充滿著 惡意 充滿著病毒 充滿著後門 充滿著惡意的攻擊 那所以說在這個環境之下 我們又要生存怎麼辦 就比方說好了 你們在這邊用電腦 你們用什麼網路 用這邊的Wi-Fi嗎 如果是的話 我們如果真的一定要用的話 那我們要如何去讓它安全的使用 像可能就要使用BPN 就要走HTBS 或者說就要有些相對應的措施 那當然一樣 Email通訊 你重要的東西就加密 那你的檔案也是一樣 傳說就加密 那通訊也是一樣 也是有些軟體可以去 在既有的 軟體之下再構築一層加密的通訊 這樣的話就可以確保說 你之間的安全 就算你在一個 不安全的環境之下 你也可以有一些 稍微安全的作為 感謝 好那這邊謝謝三位講者的 這個回答以及補充 那這邊的話 還有沒有現場的在座朋友 想要提出這個疑問 網友問題比較多 哪有 哪有 網友好奇心很強 那這邊 主持人先那個 Teknole下來 請開始 講網友的那個 疑問 其實E2點都蠻類似的 他說 他們可不可以用那個 像VirtualBox BNY這種 虛擬機去 裝一些大陸的軟體 到實體機上面 然後對實體機上面有什麼影響 然後還有第二點是 Sandbox 去裝中國軟體有風險嗎 對 第六點應該可以一起回答 然後 再來是 第三點是 有個網友猜測說 肉機的來源市場 是不是海盜版OS 然後海盜版OS 可能就會 會被 預先包入殭屍木馬 沉屍之類的病毒 那如果 有的話 那我們可不可以用 訪讀軟體 偵測出來 然後有一個網友他 很愛看影集 然後問說 一些影集裡面的 藍牙 害入手機 這在限制生活 可不可能 對 是真的有這樣的技術嗎 然後 蠻多網友會推薦說 三位主講者 推薦那個 一些可以偵測 有沒有 自己被 攻擊的 自己電腦有沒有被 攻擊的一些 軟體 然後還有網友問說 如果Facebook PTV被封鎖 的話 我們還有一些什麼 安全的 通訊 加密軟體 可以用來 溝通的 之類的 大概是這樣 謝謝 好 其實問題還蠻多的 第一個和第二個問題 我們就 病案討論 病案討論是 立法院訴訟 大家可以上 國會武雙指示庫 看一下病案討論 是什麼意思 首先 其實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 在Sandbox裡面 去測試一些 中國的軟體 是否帶有 可能後門城市 或者是一些惡意病毒 那請問一下 三位蔣哲中 是誰 誰來優先回答 我先說好了 就是 目前其實很多 就是治安的人員 他們在測一個 測這個病毒 是什麼運作的時候 他們通常就是先 做一個 開一個虛擬機 然後裝一次這個軟體 然後裝完完體 以後看這個作業系統 裡面有哪些檔案 是被改變的 因為是被監控的 那就可以了解這個病毒 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可是如果你平常是 裝這個東西拿來用的話 你就可能就要想一下 因為大家看到 剛才EBT攻擊 這台電腦中毒了以後 他會利用這台電腦 當跳板 開始找下一個目標 那你的虛擬機連線的時候 一定是通過你的電腦 所以他找到下一個目標 一定是你的電腦 那你的電腦 就還是中毒了 所以這邊是要小心的 那其他的話 那我要來講 相反的看法 就是不要把Sandbox 這種東西當作是萬能 因為它基本上 它是沒有防禦的效果 所以你如果在Sandbox 跑病毒的話 它不一定可以去 把限縮在Sandbox裡面 這個要注意 尤其是目前現在 大家可以取得到 一些市面上的一些東西 不要覺得它是安全的 那VN的話可以嗎 像剛剛宇昌有說的就是 如果在VN裡面 那個VN可以連網的話 在裡面跑一些 惡意城市 跑一些中國的軟體 它可能會連外 那連外的話 其實一方面 適用你的網路 一方面它也可以去 可能連到你的host 然後可以知道 一些host的資訊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在檢測 檢測這種惡意城市 我們會是在一個 斷網的VN 然後在斷網的VN裡面 可能可以去做 做一些分析之類的 所以要注意的是 不要把Sandbox 當作是完全安全的 請一般老師 我對其中幾個問題 表示一下意見 就是 第一個是影集 剛剛講影集那個問題 那個 如果我是駭客 我要把我的 寫出來的病毒 塞到城市 或者是文件裡面 那我會想要塞到哪裡 為什麼 我要塞 我要塞哪些地方 哪些城市 哪些文件 哪些文 城市跟哪些文件檔案 如果是影集也是文件檔 影集不是城市 是文件檔 的話 那我要怎麼 我要選哪些來塞 我就去 Google關鍵字排行榜 我去Google關鍵字排行榜 看排行榜前20名的那些 找出來這些 就是搜尋最多 然後我就去塞 去塞到那些 比如說 如果 如果是這個 魔獸世界 是 排行榜裡面的前幾名的 我就 我就做一個 我就把一個正常的魔獸世界拿來 把它加料 re packag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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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上播出去 上播出去 讓很多人下載 因為看到魔獸世界 很多人下載 如果看到很多很popular的影集 這個院線片 然後我一樣把這個 我的病毒塞到這個 這個 這些影集裡面 或者這些歌裡面 然後去上播 因為很多人要找 不過如果塞到一些 很舊的影集 種的人太少 我就塞到很popular 這是第一 第二個是 有沒有 推薦說 如果LINE跟Skype 這些 這些 不夠安全 那我們要怎麼辦 可不可以有其他的 通訊軟體 因為LINE跟Skype 雖然都有加密 可是 它不是因為 加密不夠安全 被破解掉 不是 是因為LINE跟Skype 出賣它的用戶 那出賣的用戶 它不是 呃 就是說 它為什麼要出賣它的用戶 因為 因為它是被迫的 被政府 比如說 LINE在台灣 被台灣的調查局 刑事警察局 要 那它就給啊 它知道給 而且 他們給的很不甘 很煩 而且 力量都很 常常在給 所以它會 這些公司 LINE、Skype、Google等等 反正有提供網路服務的 網站服務的公司 他們都會 你注意看 都會定期每年公佈 各國政府 跟它要了多少比 然後 通過率 它核准率 它給的比率多少 所以看兩個數字 所以一個是 要的越多的 政府 就應該要更丟臉 因為你要太多 那核准率越低的 表示說 你要的沒有正當性 所以他們為什麼要公佈這個 Google 或者Skype 為什麼要公佈這個 公佈這個 讓這些 國家的政府 比較 收斂一點 如果你要的太多 你排行太前面 你會被嘲笑 你這是什麼國家 要這麼多 然後核准率這麼低 表示你要的很多 都沒有正當性 OK 所以 這是因為這些網站出賣 然後 當然有些出賣是 適當的 因為 比如說小S的老公 為什麼被起訴 那個胖達人 為什麼小S的老公被起訴 因為他的內線交易的證據 就是LINE的訊息 檢察官去跟LINE要 LINE給了 那裡面的訊息就是 他送信訊給他的 那個 骨友 那個說 趕快出脫 叫他趕快出脫 吃骨 就被抓到了 那這個是正當的 這是正當的 OK 那你說這些會出賣他的用戶 所以你要怎麼樣 找一個 沒辦法出賣的 那有一個東西叫 Bit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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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沒辦法出賣 因為它是用P2P的方式在管它的Key 它加密的Key是分散式在管 不是集中的 LINE跟Skype它的Key都是集中在管 所以它有辦法出賣它的用戶 但是 BitMessage就沒辦法 因為沒有集中的 都是P2P分散的Key的管理 你就沒辦法出賣 所以你如果要highly confidential 就是用這個 BitMessage 它就沒辦法被窃聽了 沒辦法被監聽了 可是 可是你要知道 你沒辦法被調查局監聽 可是你可能會被APT了 你的手機如果被APT 然後你在那邊用BitMessage用得很高興 可是那個APT程式 有一個後門程式 它去錄你的Keyboard的按鍵 然後再適當時間再往外送 那還是 你還是會被偷聽到 可是偷聽的是 中國網軍不是調查局而已 所以 所以這個還不是萬能的 OK 好那謝謝我們三位講者 針對這幾個問題做回答 那其實這邊可能再提醒一下 就是還有 就因為剛剛問題還蠻多 那還有兩個問題沒有被回答到 那還有一個是說 針對有一些 已經預先被植入的惡意證 那我們目前有什麼辦法 可以掃讀掃出來的 好要有請L1嗎 L1表示擦汗 最難答的都給我答 這樣 其實很難 很難去這個 用一些比較簡單的工具去找到說 到底信用的東西有沒有問題 那我自己的方式 就像剛剛說 可能會在一個獨立的 然後切開的VM裡面 然後去執行這個東西 然後呢 去看他的檔案行為 跟他的網路行為 跟他的網路行為 那因為一般惡意證 他一定是需要去透過網路去做控制 做控制吧 那再來就可能會去看到他的一些 他開機啟動啊 或他寫過檔案啊 他網路連線等等 不過像剛剛林教授有說 像這樣的一個分析 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所以說 至於一般人該怎麼做的話 其實可以 我覺得最簡單 最通常就是可能 就傳到VirusTotal 像講的網站 去用那四十幾套防狀員去掃 那 雖然說可以繞過 但是你可以大致的知道一些 概況吧 這是給一般人的建議 那如果是有技術的話 就可以去用我們剛剛說的工具去做掃 那 剛剛網友可能問的是那個 Zero Day Zero Day的Morway 就是 還沒有被 還沒有被任何一個掃毒軟體抓到的 就是任何一個掃毒軟體 都還沒有發現他的 Sample 也沒有他的病毒 那這種就一定要看他的 就是剛剛講的兩個方式 另外 逆向工程的方式 跟用 Sandbox 跑起來 去觀察 的方式 那 那當然這個都有 商業版的Solution 那這些軟體現在都還在 這些公司都是新創的公司 那都還在競爭中 所以市場還沒有底定 那如果要用的話可以 就是 考慮 剛剛我有提到那個SQ 這樣的軟體 好 那這個謝謝我們兩位自然專家的回答 那 再 剛剛就說不是有兩個嗎 那還有另外一個是說 有關於預先公入的這一個概念 就我們要怎麼樣去預防它們 還是我們應該要跟上一個來病案處理 可以講清楚 預先公入 那時候 對主持人 記下來的關鍵字也是預先公入 那可不可以請我們的這個網友提問區的這個代表 來跟我們再講一下預先公入的概念 就他是在那個提到說 有關牙侵入手機的可能性的下一個問題 是我們來考慎嗎 嗯 我們來考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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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考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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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可以看它流量一些東西的 或是什麼NMAP之類的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問題解釋 漏出來 漏出來 Exposed Hacking Exposed 這本書 因為它現在已經第七版 這本是Hiker的 Bible 就是你要做Hiker都要讀這本書 那不過它不是在教 它為什麼要教 它這本書不是用 不是要去教人家去Hack別人 而是說 你要Defend你的系統 你就要知道Hiker是這樣做這些事情 所以你要用Hiker的方式去看你的系統 有沒有辦法被入侵 如果有你要趕快組 就是保護起來 怎麼保護 讓他沒辦法用這些方法入侵 所以等於是 就是孫子兵法裡面 他書裡面有講到孫子兵法 用Code孫子兵法 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就是說 你要用Hiker的角度看你自己 然後才能尋求保護的方式 你如果不知道Hiker是這樣看你的 你自己在那邊弄城牆 然後弄什麼根本沒有 不見得有用 你就Hiker現在 現在Hiker的Common Practice 是怎麼看你的 你就用那一套把自己看一遍 然後再去建築你的這個保護機制 那這個是他要講的一個態度 所以可以推薦網友去讀 他問的這些問題在那一本書 都會有提到 Hacking Exposed 我是把它當教科書 不過大部分在學校教網路安全 都不是用這個當教科書 因為它太practical 太實務了 好 那有沒有推薦一些基礎網路安全 資安的知識的入門讀物 或入門的blog之類的 剛剛的問題不是工具嗎 怎麼會變讀物 對不起 因為主持人那個level太低了 抱歉 先講工具 那這個工具其實可以網路上再交流一下 像這個一般來說 初間你可以用Microsoft SysInternals 它裡面的一些東西來做分析 像PCB View Auto Runs Process Explorer 這樣之類的東西 那至於剛剛說讀物的話 其實像我是覺得台灣 在這塊可以再多加強 像我們看很多東西都是 偏向是中國那邊 跟美國那邊的一些網站 那台灣這邊的話其實有一些 這個媒體的網站可以看一下 像IT Home 資安人這些東西 他們有時候會轉載蠻多 就是資安相關的新聞 或者說可能可以去看一些資安公司的 的網站 部落格看有沒有一些產出這樣子 好那這邊謝謝Iro 那現場在座還有想要 在座各位的夥伴們 還有想要提出問題嗎 那如果接下來沒有問題的話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會和我們交流的時間 那也謝謝大家來參與今天握草的這個公民學院 這個台灣資安哪裡有動這樣子 好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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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